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很多预言家都说2024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动荡之年 这2024才过去一半 这预言就应验了 特别是在中共国 更是特大灾难频发 今年4月 以广东为主的珠江流域 爆发了自1998年以来 中国主要江河最早的一次洪水 随后华南地区殉情不断 引发洪涝灾害 期间每周一段高速公路发生土方坍塌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而洪灾更是一个接一个 6月初 广西遭遇十年一遇的洪水 6月11日至18日 江西洪灾加泄洪 导致70个县近50万人受灾 6月16日 广东省多个地区被洪水淹没 水位最高时 淹至二层 尤其是广东 梅州市 郊岭县 在半夜 无预警泄洪 导致多个村镇失联 6月16日至19日 福建多地遭遇特大洪灾 70多万人受灾 多人死亡 6月16日至18日 广东梅州多地爆发大洪水 好几个镇被几米深的水淹没 最少造成40人死亡 6月20日安徽突发大洪水 特别是旅游名城 安徽黄山更是受灾严重 房屋车辆被冲走 多人失联 6月23日凌晨 湖南新黄县 于市镇 斗西村 龙塘族 发生突发性山体滑坡 房屋倒塌 8人遇难 6月24日 湖南长沙市遭遇强降水 降下了约为54个西湖的水量 7月1日 湖南岳阳平江县遭遇洪灾 街道一片汪洋 7月5日 洞庭湖决堤 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 许多民房只剩屋顶露出水面 7月7日 山东淋漪也遭遇暴雨袭击 城区一片汪洋 许多车辆被冲毁 机场也被淹 而基本上所有发生的洪灾后边 都有中共魔鬼的影子 他们趁暴雨无预警泄洪 对中国民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而且几乎是年年屠杀 但是这个残酷的现实 依然是个未完待续的状态 7月8日 河南郑州也遭遇暴雨侵袭 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伸疾腰部 汽车飘在水面上摇晃 市民乘车 仿佛成船 综合大陆媒体和中共天气网的消息 7日晚至8日早上 山东临沿和河南郑州出现大道暴雨 其中郑州降雨从7月8日凌晨20前后开始 至11时许 已经持续9小时 累计雨量超过了110毫米 多处道路积水严重 郑州金水区一小区居民表示 降水从7日晚间开始持续 由于地势较低 8日上午 国际路附近的街道积水严重 有网友甚至表示 尽管小区已采取措施 但小区内已经进入看海模式 受积水影响 郑州的绕城高速全部封闭 部分公交线路临时停运 三泉路金广铁路寒动积水较深 实时临时封闭 禁止车辆通行 市民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 有些路段水深急腰 大量汽车被泡 也有的路段汽车漂浮在水上 如同船只来回晃荡 与此同时还真的有人在划船 郑州刚刚爆发的洪灾 让很多人想起2021年 郑州发生的720惨祸 当时郑州遭遇特大暴雨 并遭人为无预警泄洪 郑州5号地铁站淹水 和京广隧道被淹没 造成重大死亡 中共统计因灾死亡失踪398人 但民间统计的数据为近万人 今年郑州又一次被暴雨袭击 我们希望郑州人民要多警惕 不要再一次出现2021年720那样的惨剧 另外巴西灵媒朱瑟里诺 在最新预测中 他说中国7月将被高温热浪 大风暴新病毒和洪水袭击 而且洪水将蔓延全中国 最近一周以来 在湖南山东河南 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洪灾 看来7月的洪水 真的蔓延全中国了 不过呢 一波又一波的灾难 也让很多中国人得以清醒过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不但知道中共无需预警泄洪 淹死中国人 而且摆拍也成为了 中共救灾的主要措施 比如近日 山东临仪市平易县出现暴雨洪灾 城区一片汪洋 许多车辆泡在水中 当地政府摆拍救灾被网友揭穿 引发舆论嘲讽 7月7日 山东省委宣传部主管的大众日报 发布了一段救灾视频 画面显示 平易县街道上的积水已达到腰部 三名穿着印有警察字样服装的男子 走到泡在水中的一辆红色轿车旁 打开车门后 一男子满面笑容的从车里出来 被警察搀扶着离开 其中一警察还给男子打开雨伞避雨 真是无语了 中共这个政权因为从不干人事 所以已经忘记了人类的情感表达 应该是什么样的了 一个人被困在水中 自己的车被淹 那个心情是啥样 中国人大多会心疼自己的爱车 而且还会害怕 这等于是被从死神手里救下来的 被救下来的时候居然如此淡定 那三个警察更逗 救人完全没有紧迫感 造假都造的这么不专业 还特别愿意造假 能不能尊重一下观众的感受 能不能找点靠谱的实力派演员 不过呢 随后有网友在朋友圈披露 这个视频呢 是摆拍造假 拿他的车摆拍救灾 这位网友还表示呀 自己的车是被强行打开的 并丢失了贵重物品 有网友询问 这不是真的呀 这位网友回复说 假的 拿我车摆拍 假救援的 平易县政府摆拍救灾 引发热议后 7月8日 平易县委 网信办工作人员 对媒体回应称 视频中的被救男子 是在外面找家人 在红车那里的时候 水位升高了 被困在里面了 男子确实不是红车车主 已经跟原车主解释了 原车主可能也理解这个事了 中共呢也真是将不要脸演绎到家了 这方面呢 中共说自己第二 都没人敢称第一 中共政权每天都在上演着 磁地乌银三百两 隔壁二不曾偷的闹剧 凭乐此不疲啊 很显然的老百姓 也不是好糊弄的了 平易县官方的解释呢 网民并不买账 纷纷留言说呀 尴尬了 被发现了 水位升高 不应该是站车顶吗 咋进车里了 这么深的水车门 这么容易打开 符合科学吗 能说一下 他是怎么进去红车的吗 握手 然后救援人员还带着雨伞 还带着一把雨伞 老百姓并不傻 是的 确实呢 就如这位网友所说的 老百姓并不傻 甚至还越来越清醒了 比如在七月一日 平江县87个水库同时泄洪 中共给出的死亡数字 和撤离人员的数字 人民根本不买账 这只能说明 作为一个政权 中共已经完全丧失了公信力 但就这样 中共也释将无耻坚决进行到底 几乎每次大洪水 都能拍到它摆拍救灾的无耻画面 比如6月21日 据曝光视频显示 在安徽同龄中医院门诊楼 对面的大马路上 官方人员在周末睽睽之下 摆拍造假 而就在摆拍的前两天 6月19日 安徽省多地刚刚遭遇特大洪灾 在马路边 一个类似地下通道入口处 一男子蹲在地上 拿着一根高压水枪 向半空中喷水 制造暴雨 一群身穿制服的救援人员正在忙碌 将一排沙袋落在入口前 以便阻止洪水冲进入口 马路上有许多市民在围观 有人发出嘲笑声 还有6月20日 福建龙岩五平县中赤乡的灾民 发布一段视频 揭露中共央视记者 在街上摆拍救灾 拍完照就停工了 视频显示 洪水退去后 街道上满是淤泥和建筑废墟 还停着一辆挖掘机 马路上堆着被洪水冲走的家具 床垫及其他杂物 一排排摩托车全身裹着泥 发布视频的灾民感叹 昨天那个央视 还有各地的记者来拍完照 今天就停止工作了 不用干了 这就是救灾 我们是重灾区的重灾区 他们就这样来对待 现在政府太过分了 其实不是现在政府 中共政府从来没变过 很多网友留言说 戏已经演完了 没必要再装样子了 洪水过后的烂泥再也无人清理 救灾款一夜之间被分完了 所以救灾结束了 还有网友说 很多央视记者都不能算记者 而是编剧导演 这真是对为人民服务的莫大讽刺 在这个国家 灾民成了摆排道具 救灾成了作秀 其实中共本质就是假恶斗 假就是谎言虚假欺骗 恶就是一切罪恶与暴力 斗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这一百年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假恶斗 这个中共的独有属性 而假大空呢 就是他治国的三个方针 7月5日下午 湖南华荣县洞庭湖出现管永堤坝渗水 当地采用的方法是以车带舱 准备了八辆挂上以车带舱的大条幅的大卡车 装满了散沙后去填缺口 散沙顷刻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八辆东岛西外的卡车无法阻止河水 很快堤坝出现决堤 牵动外界的关注 据陆媒报道 截至7月6日12时许 堤坝决口宽越220米 院内平均水深约5米 淹没面积47.64平方公里 占团州院总面积92.5% 团州院数千民众紧急转移 房屋等财产禁毁 损失难以估量 7月6日下午 华荣县政府发布公告 要求社会捐赠 包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 其他爱心组织 并以华荣县慈善总会名义 接受捐款 但网友们对官方的 关于接受社会捐赠的告知书 反弹较大 在各社交媒体平台 都引起网友们的嘲讽 我们来看一下 重庆的网友说 让那些留学生捐吧 给那么高奖学金 北京的网友说 让骂农夫山泉的捐吧 他们爱国 上海网友表示 好事不找你 找你没好事 云南网友说 国家大手比这么多 应该不缺钱吧 河北网友表示 网上让汇款的 极有可能是网络诈骗 甚至呢 比荣华县早一周 遭到水灾的 同属于岳阳市的 平江县灾民 也公开网上呼吁 不要捐赠 并用醒目的几倍大的字写道 我是湖南人 还是土生土长的平江人 奉劝各位不需要捐款 捐款了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了 并附上了当地平江县的政府的 关于接受社会捐资的公告 还有人说呀 帕王浩法官说 不是你放的水 你为什么要捐款 恐怕很多人都明白这个梗 这个是中共国道德急速下滑的梗 2007年南京彭宇案 审理法官王浩用一句 不是你撞的 你为什么要去服的结问 打碎了人们千百年的道德认知 中国大陆茶器霸王茶几 表示自己响应号召 捐款五百万 没想到遭到网友的一致抵制 有网友留言说 这些钱不如提高一下员工工资 灾后重建是国家的事 国家大把钱 看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 地方搞的债务达上千万上亿几十亿 这些钱都让他们挥霍了 捐的钱也是给他们浪费 我不买霸王茶几 五百万有四百万进了贪官口袋了 以后都不喝这个茶了 这茶利润太高了 7月6日 明明很忙集团 也向华融县捐赠五百万 也遭遇了不少网友抵制的声音 一位湖南网友说 别捐款 等我们重建后 欢迎大家来平江旅游 祝农家乐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请大家仔细想想 为什么各种百年千年万年不遇的大灾 异象 这些年如此频繁的降临中国大陆 年年如此 很多人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这是直接针对中共来的 是天要灭中共 同时给中国人民警示 警告中国同胞赶紧脱离中共这个魔鬼组织 退出党团队 才能平安度过劫难 拥有美好未来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会订阅 市场